《公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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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艺术》在台北已經不再是一個名詞了 它已經慢慢鑲嵌到這個城市裡面了 它已經真的是屬於那個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說公共艺术這樣子的一個導覽 甚至很多很多的導覽就是在於 它讓這座城市的市民 或者是在這座城市的民眾 看到了這座城市裡面 它獨特的這種發展模式 那我認為深度大家包含的 其實就是一種生活的態度 那生活的這種態度 是讓這座城市非常非常的獨特 或者是讓這座城市非常非常的值得期待的部分 《公共艺术》導覽的活動 其實是希望藉由不同的藝術作品的串聯 是讓我們市民重新的認識我們的城市 那在今年是第四年 辦了《公共艺术》的導覽 那今年的導覽比較不同的是 我們是以行政區域來做規劃 所以在不同的行政區域裡頭 主要的作品我們就在一個半小時左右的行程裡頭 我們把這些作品安排出來 我們在同一條路線 也許會有三到四位不同的專家學者 來引領這些路線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不同的專業者 他們的眼光 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去詮釋作品 把不同的人看到的作品的形式 內容能夠介紹給市民大眾 導覽其實是一個讓人們去認識這座城市的深度 讓大家去認識這座城市的紋史 它是你表面上看不到的 它必須透過人去講述 必須你是親自去走在那個街道上面 那你才可以去感受到那一個城市的溫度 或者城市的那種質感在哪裡 未來裡面絕對可以期待就是說 公共藝術在台灣 甚至在華人社會裡面 我覺得在台北一定是一個 大家所認為非常好的一個典範的城市 我想這是一個政策的一個出現 那這個政策其實從1994年 我們的母法 這個我們講的文化藝術講述條例 當時候剛出現的時候 第九條就明文規定 這個我們公有建築 任何蓋一個公有建築 就要花1%的錢來做公共藝術 可是這個法令它必須要執法的配套 所以這個執法的配套 大概經過兩年到三年才出來 但是一個法令的執行 它沒有辦法讓那麼快的各個單位都了解 實際上台北真正開始在做 大概是從1999年或是2000年開始 那可能大家最知道的幾個最早的 第一個就是中油大樓 因為中油大樓做了大概2000年 就2000年2001年的時候 就是開始在執行的那個年代 那持續的這個法令上的推動 直到2008年 這個法令開始被嚴格執行 因為大家知道這個我們的這個馬總統 他其實是依法行政 他說什麼東西都要依法行政 所以開始這個文件會也比較努力的去執行 因為以前文件會總覺得說 你不做 雖然我們法條裡面說要罰你 你不做我要罰你 公有機關要罰你 但實際上沒有真正去罰過 那直到這個2008年以後 開始去列管 然後開始行文到各個單位 跟他講說你為什麼沒做啊 你可能要補作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大量的會出現 這樣子的一個公共藝術 其實跟這個1%的執行有很大的關係 那我本人也是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新一線 這個明年就通車了 也是這個的委員 這個案子我也是委員 所以其實我看過非常非常多的這個案子的執行 那公共藝術這個本身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我們先要去了解一下 那這位太太講得非常對 就是這個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缺乏這個美的環境 我們的環境裡面這個 哇很髒亂啊 走走走 裂開啦 那個人行道啊 撞到腳啊 所以如果你到其他歐美的國家去到日本去 這個環境的整理度 其實它是非常的好 所以第一個就是我們缺乏整個環境這個美學的整體性的這個美麗 所以其實這個法令的出現 第一個就是要配合 希望我們能夠朝向更好的這個國家這個發展 那第二個呢 就是公共藝術裡面非常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民眾參與 希望大家都能夠參與我們的一個 也就是市民要參與 作為一個公共平台的一個對話 那我們過去這個中國人比較至少門前雪啦 所以其實公共對話這件事情 大家比較不太願意直接第一線站出來 所以參與活動這件事情 有鼓勵大家參與社會上的 或是城市建設上的進步的一個對話 所以這是第二項 那第三項呢 當然就是要厚止我們那個美學的基礎 你知道我們現在所有在談的 經濟發展到轉型的這個困難 原因就是你要轉型 你要往設計這條路走 你要去做一個加值性的產品 那你本質上面這個美的這個系統 沒有被建立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實際上你說要再去往那個創意 或是文創這條路走 它就發生一個非常大的困難 所以其實像廣達這個林百里董事長講 他養了3500名全台灣最優秀的工程師 搞不出一台iPad 搞不出一台iPhone 所以他還是只能去賺那個很小很小的 3%到5%的代工費 所以其實大家都可以理解到 那個必須要從很基本的生活當中 美學在我們生活當中慢慢被培養 所以基於這三點公共藝術的執行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母體 那大家看到這一片 其實我第一次來的時候看到這兩邊 是一個非常糟的牆壁 那當然這個牆壁有很大的功能 這個哪一位學生得了獎 哪一個學生到了台大什麼醫學院呢 反正都會被公佈在這裡 那另外一邊他以前有很多的這個 另外一邊有很多的鏡子 所以小朋友可以跳舞 那可是學校也覺得說 這看起來髒稀稀的東西也需要改善 那趁著學校有一個公共藝術的經費 所以就必須要去執行這樣子的事情 作為一個公共藝術的執行 他在我們的法令上面算是非常的繁複 他必須要有個執行小組 必須要去執行非常多法令上面的事情 才能夠把它給做完 那這個案子的基本的經費 我的印象中沒有記錯是220萬 那220萬要去做左右兩邊來講的話 可能有點困難 所以其實學校又各自找了經費 現在大家看到所有在兩邊出現的 這一些鋁板的覆蓋 不屬於這220萬的經費 只有中間這一塊 玻璃的這一塊 跟玻璃負面的這一塊 還有這些軟體的設計 所以他們這個公共藝術在執行的過程裡面 也往這條道路走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公共藝術 這個我必須要跟大家講說 今天大家所看到的很多互動的藝術都不會動 你們可以去質疑這個問題 這個去年才剛驗收 你看現在不會動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跟我講說好像有點故障 不過我心中在想說他們覺得要節約能源 不願意開 好 當它打開的時候 我們來想像它打開的時候 這個會有一條一條的亮點 所以在天上會有很多彩色的亮點跑來跑去 那這邊有10片的LED的這個 他們這個好像是50寸還是幾寸 當它組夠了以後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螢幕 這個螢幕當時候是由藝術家 這位藝術家的名字叫林佩淳 他是台灣做數位藝術的很重要的一個實驗室的負責人 那他常常在各個地方做展覽 他最主要的主題叫做Clone 就是複製的意思 所以他做得非常多複製的什麼亞當 夏娃等等 非常有趣的影像 我們選了他 賦予他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任務 就是跟著他們的社團 一起把這些內容交授給他們 同時他利用一個開放性的軟體 這個開放性的軟體也授權給學校 讓學校的學生可以自編這個內容 所以學生要做的事情 跟他的互動藝術的設計 是在畫這個學校 裡面有電腦的繪圖是有關於這個學校 以及學生去假想這個學校 它會是什麼樣子的形狀 那它會變成一個3D的影像 這個時候呢 這邊有一個互動的東西 這個會拉起來 然後學生要站在這裡 然後它上面有一個感應點 所以這個感應點呢 學生就會 它中間會有個圓球出現 也就是學生好像他就會在那個圓球裡面 好像太空船坐在太空船裡面 這是一個Wii的一個控制器 所以學生就可以駕駛這艘太空船 飛在他們設計的校園裡面 所以這個林佩淳這個團隊的成員 幫他們畫了原來學校的圖 就是3D的圖 然後由學生希望他們自己來設計這裡面 當然這裡面經過相當多的不同階段的討論 很多原來想要執行的事情 最後並沒有完整的被執行 那這個團隊最後也授權了一個小型的 比較簡單的繪圖平台給這個學校 讓這個學生可以自己去改編這裡的內容 所以其實這個案子不單純是一個 好像環境的改造案 把兩邊的環境給變得漂亮 它同時是一個教育的方案 這個如果OK了我們就移動到下一站 那我先說一下下一站的兩個作品 都是很舊的作品 那大安高工 那等一下我們出去以後 大家安全要小心 那我必須要說的是這一位創作者楊柏林 大概是現在台灣最重要的銅雕家之一了 那在它上面有租名賣得比它貴 可能再過來就是它了 非常非常貴的一些作品 OK大家有自己的詮釋了對不對 好其實什麼樣都沒關係 就是說這裡面具有一點超限時 也具有很抽象的一些能力 基本上來強調那個動能 以及青春在這個地方所產生的一個激烈的線條 或是那個扭動的線條 那簡單來講 如果你去把一個人的運動把它拍成連拍 類似你去想這樣的事情 當然它跳起來 然後你就拍拍拍拍 我們現在不是可以拍那個很多格的嗎 然後呢你把那個很多格疊在一起以後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三度空間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其實跟這個20年代的這個 意大利的 我們講那個 意大利的超限時的幾個藝術家 有非常大的關係 Boccioli 那他們強調的美就是具有動能是美 具有速度是美 那當然第三個東西 是最後變成這個法西斯的那種原動力暴力 也就是說其實他們認為美的東西 要具有那樣子撕裂的動能 撕裂的狀態 然後非常強烈的去表達那個內心的這個張力 那其實這個東西跟這個18世紀 在做一個美學的論證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雕像 叫做Lecon 當時候那個雕像的時候引發很大的爭議 就是這個特洛伊的祭司 對他去這個跟這個特洛伊的國王說 那一批這個木馬千萬不能夠讓他進城 進了城以後我們全城就會毀了 所以那個故事就在講說神去處罰他 去揭露了這個秘密 所以就派一條巨大的蛇 把他的三個兒子跟他攪死 所以那個東西就後來 因為那個是在這個文藝復興的時候被挖到的 那被挖到以後就衍生出來 後來像這個米開朗基羅等等的 你看他們在畫人的身體的時候 是非常具有扭動性的 當時候他們也沒看過這個印度 也沒看過這個東南亞的一些雕塑 那古典的文藝復興是非常穩重 對所以其實這種所謂的動能這件事情 是非常違反古典美學的 那我只是要強調就是說速度跟動能在這件事情 其實隨著時代的發展 扮演一個現代化很重要的角色 那當然持續的好像在某一個場景裡面 我們突然看到我們可以閱讀的一部分 對我們說好像我們認識這個形狀 可是身體一走過去我們又好像不認識 大家更可以理解到畢卡索所畫的話 因為他其實隨時身體都在移動 對 那個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簡單的這個 這個藝術史的一些內容 大家有沒有什麼想要分享的 好 那當然他在一個學校的場域裡面是很穩定的 在這個地方對不干擾大家 可是呢我是非常懷疑學生每天在看他的時候 到底有什麼感覺 對 捷運站裡面很多都有公共藝術對不對 但是有的站沒有啊為什麼 像舊的沒有站 OK 你講的是淡水線 那個有一些沒有 但是如果是比較新的 也有一些站是沒有的喔 例如說 往這個蘆洲的就有好幾站是沒有的 依照這個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裡面 就是說如果它是一個重大的公共建設 對 它要做公共藝術 但是它的總經費不受1%限制 所以現在台北的所有的捷運局就是以一個站體500萬 因為如果你把那個連通的軌道啊什麼都一起做 那那個經費是很大的 所以現在就是以500萬 所以大安森林公園就播了差不多3000多萬 但是未來的信義站就有很多站是沒有做的 對就等於它把錢集中在一個核心的一個點 對那信義線也都做都標出去了 全部都標出去了 對 好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那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樹 這個當 學校的象徵 所以樹 就變成一個很 很這個 常常被藝術家拿來做為主題的一個 一個創作的一個內容 其實等一下我會帶大家看 那邊有兩個像機器的東西 大家知道這個學校也是日治時期創立的 然後到現在可能好像是台北這個高工學校裡面 好像是第一志願 對然後很多學生後來都到台科大 等於說台灣的這個科技大學裡面的首府 所以它其實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校 它訓練了很多台灣第一批的北部的重要的 這個職業訓練的人才 所以那個舊的機器變成了公共藝術 我覺得它非常適合那個內容 如果大家現在看的 那邊有兩個這個很大的機器 那同時我剛剛所講的就是 那個配合主題這件事情 一直是公共藝術家 或是創作者一直在尋找的內容 那公共藝術最困難的一件事情就是 如何去保有那個藝術的 藝術家的那個很重要的藝術創作本質 可是